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最新消息 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等多个公民团体 6月4号在中正纪念堂树立 以3D列印重建的耻入住 今天早上遭到不明黑衣人士颇期破坏 华人民主书院协会表示 这可能不是单纯的财务毁损 目前已经到派出所报案处理 后续也将采取法律途径